就像我们这种根基 最好的方法 地弦法师 教过路这样的方法 对我们来讲最适用 它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一句佛号 念到底 念内疗 休息 去躺一下 休息好了之后 醒过来了 接着再念 不分注意 你看多轻松 很自在 对自己来说 一点困难都没有 什么时候念累了 什么时候休息 休息好了 马上接着念 郭罗将 地弦法师 叫郭罗将 郭罗将 只念了三年 欲知实至 站着往生 他虽然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夜深 过得非常穷苦的生活 晚年遇到地弦法师 他跟地弦法师同向 小时候在一起的玩伴 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 苦不堪也 遇到 法师 老朋友 看他出家 生活不错 有吃有住 有好房子住 很羡慕 就求出家 跟他出家 这个老和人 何为难呢 不是年轻啊 四十多岁 实在家 出家 住在寺庙里头 五堂公库都做不下来 你怎么能住 别人笑话你 这个日子不能过 那么学奖金 还得要读书 来不及了 四十岁来不及了 他赖住 非出家不苦 最后老和尚没法 跟他谈判 真想出家 我举余条件 你能答应 我就给你提度 你不能答应 那我就没办法 这行 什么条件 老和尚提到的 给你提度了 你不要住在寺庙 寺庙大众 不会容纳你 我替你到乡下 找一个小庙 没人住的 林伯乡下 小庙很多 很多小庙 废弃了 没人住了 我给你找一个 你到那个地方 一个人休息 你不认识死 不要紧 也不要诵金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会念吗 会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不要断 念累了 口里断的时候 心里头不断 身体疲倦了 你就可以休息 什么时候疲倦 想休息一下 可以休息 休息好了之后 借着在你 他真干了 他说你念下去 将来准有好处 这个人很老实 这个人很老实 也不问什么好处 反正你叫我念 我就念 我给你找一个老太太 想一下念佛的老太太 照顾你 照顾你中午 中午他来给你烧一顿 烧饭给你吃 晚上给你烧一顿饭 早晨你自理 你自己照顾自己 中午晚饭 有人做 给你洗衣服 你不要操心 你就念这一句佛号 这他大佛王来了 那么再找几个居士 照顾他的生活 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给他一点钱 送他一点米燕 来菜 真正是遇到大佛 一心一意 老实念佛 念到三年 三年没出门 也没人来看他 这一天 就是往生前一天 跟老太太说 跟他烧饭的老太太说 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 他说为什么 我要在城里 去看看几个老朋友 天一亮 他就出门了 晚上黑的时候回来 看到几个老朋友 那是见最后一次面 因为他要往生 他也不说 老朋友来叙叙旧 晚上回来 又告诉老太太 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 那是永远不烧饭了 老太太以为 今天自己看朋友 可能明天朋友 请他吃饭 老太太这么想法 到了第二天中午 老太太来看看 他在不在家 有没有回来 到那里去看他的庙 那个庙门不关 没东西 他也不怕小偷 他什么都没有 只有几件的 就衣服 老太太的教师傅 也没人答应 结果看在 他的卧房 看到他站在里 衣服穿得真真兮兮 手上拿着念珠 喊他不答应 走到面前仔细一看他 他死了 老太太吓一跳 从来没有看到 人是站着死的 赶紧报告 这个乡下还有 学佛的几个局势 大家一起来看 那怎么办 赶紧派人通知 第一些老和尚 到观众寺 那这一去一来 三天 路很远 到第三天 这老和尚来了 他站了三天三夜 老和尚也看 非常欢喜 赞叹 真成功了 名声 宝刹的方丈助持 不如你 洪宗言教的大法师 也比不上你 你真的没有 别出家了 真成就了 听到半口诗 这是第一天老和尚的学生 谈许老法师 早年在香港 常常把这个故事 讲给大家听 念佛的好处 啊 咕噜江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啊 金他不会念的 就是一句佛号 三年 你看人家 往生还占三天 啊 占着往生的 有 往生占三天的 没有 这只有这个 对我们来讲 现身说法 啊 谈老法师 把他一生的这些四集 口述 讲给学生们听 像讲故事一样 啊 大光法师 是他的学生 把他记录下来 写成一本书 隐成回忆录 就是 谈老法师的自传 不是他写的 是他口述的 这些故事 都写在隐成回忆录里 我看到 非常感动啊 他还有一个 土地 啊 那个土地是产产的 是知识分子 是读书人 啊 结果婚 还有个女儿 以后发心出家 啊 出家的时候 太太不答应 啊 他一定要出家 太太头活自杀了 啊 留下一个女儿 女儿交给他 亲戚抚养 他出家了 出家不错 很用功 啊 老皇上把他送到 京山寺 中国禅宗道场 镇江 京山寺 啊 他在那里住了几十年 啊 你看 从 餐书 小和尚做起 啊 一直 最后做到 手做和尚 啊 算是 很有成就了 寺院里面 方丈 就好像是校长 手做像是教长 啊 这样的地位 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地位高了 也有很多 皈依地词了 供养也多了 到心就退了 烦恼就兴起了 啊 这个时候 他人就不正常了 啊 看到人 没有人在的 他就 投降自杀 因为金山寺在海岛上 长江什么 里面的一个岛 又一小岛 被人救起来了 啊 过了不久 他又去投降 过了两三次 这方丈老和尚烦恼了 通知地语 啊 你这个土地现在不正常 啊 不要影响 道 这个金山寺的道风 全都带回去 第一楼 住在浙江 林部 啊 所以就到金山寺把他带回去 一路上也是坐船 啊 从南京 走长江上海 转到林部 一路上坐船 没死 很正常 啊 到了 林部 啊 老和尚给他按旦 单独给他一个疗房 因为他有身份 他坐过 手坐和尚 他地位很高 啊 到这么高的地位 就有特别待遇了 啊 他自己可以住一个疗房 啊 那么有一天 早晨吃早饭 他没来 老和人家派人找的 怎么这这么晚了 还没起来 啊 去的时候就问他 没有人打印 把他的门敲开 房间里没有人 房间后面有个窗户 窗户打开了 大概从窗户里头出去的 老和人一天 不好 过去又好几次 跳水自杀了 有这种行为 是不是又出去 跳水去了 赶紧去找 大家分头 他前面有个火 火两边去找 结果好像走了一里多路 找到了 石手已经死了 那个石手在旁 火旁边 给他捞起来 都没法子了 这捞起来好吧 给他办后死吧 正在这个时候 他那个女儿来了 他女儿长大了 好像也嫁人了 女儿来找老和尚 老和尚说你来得正好 你爸爸出事 他给老和尚说 他昨天晚上 他梦到他爸爸妈妈 怎么样啊 爸爸做土地公 妈妈做土地奶奶了 老和尚忽然想起来了 正好他们庙旁边盖了一个土地公庙 他说也许就在那里 好吧 就到土地公庙给他做佛事 超度佛事在土地庙工作 老和尚说 既然你做了土地公 既然你做了土地公了 你给我们显现灵 让我们感觉到 说这个话之后 他们佛寺台面前的 佛寺面前的 就有个小旋风 有个旋风 我知道了 大概是你来了 老和尚说 什么原因呢 他被他太太赴神 原先修得很好 又护法神 他太太赴不了神 当了手作和尚 傲慢了 供养多了 信徒多了 傲慢心生起来了 道心退了 这个冤归就上身 护法神走了 附体了 所以去跳火自杀 不是他自己意思 是他太太 带着他去的 老和尚常讲 一个残残的 到最后当土地公 一个念佛的 你看往生极乐世界 站着走 老和尚举这两个例子 敏利大家了 地位也高 民气大 不是好事情 道心失掉了 冤情债主 就照到你身上 就来报复你 休闲一辈子 最后做个土地公 有什么意思 土地公是 鬼王里头最小的 像一个村长 里长 这么个位置 所以劝人呢 万元放下了 念佛好好 你看 咕噜匠 多了不起 这个参禅的 是个知识分子 好像教过书 以后修复 敌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 敌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 今远不过外面境界的诱惑 费 是很久了 是